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算是比較遲到了 這個其實乾爹在之前呢就已經丟來我這裡給我了 不過 一直沒有時間 搞這個玩意兒 那現在終於有時間了齁 來跟各位介紹這一款作為一個 SMP在2022年所推出的一個最新的商品 這隻呢是出自於1994年的一個太陽俑者系列裡面的一個 旋風雷鳥號 它的旋風雷鳥號 另外一款就是大合體 Firebird 2 第二款 那當然呢這一款就是太空梭嘛 我們就知道的太空梭 一樣裡面就是一中和三隻 那沒了說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介紹吧 那這一款旋風雷鳥號呢 就是組裝完成之後呢就會像你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是把它的一個 旋風合體裡面所有東西全部都組合起來的 像這個包含這個 武裝 組合起來之後呢就會像鏡頭上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當然呢這一隻呢其實 到目前為止 先給各位打個針 如果你接下來看下去 你不能接受我去罵它 幹掉它 挑缺點 那當然這支影片到這裡 你就直接上一頁了 不要再往下看了 因為呢 我對這支的評價呢說真的很差 它在我的心目中大概只有40分吧 40分到50分的一個玩具而已 50分還太高估它 如果你接下來看下去覺得OK啊沒問題啊 可以聽聽看嘛 你就看吧 好那我繼續啦 好作為一個太空桌的造型呢 首先 被人詬病的是呢 它為了一個整體的變形合體呢 它犧牲掉了整支的造型 它讓你看到這一塊 這一整大一坨 這個全部都是作為一個變形合體會使用到的一個配件 然後它的西郎兵呢就像這樣直接裸露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完全沒有任何做收納的那個動作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你要做到一個美觀的話就直接把它拔掉 一樣就是插拔 替換零件 然後呢這一坨真的是完全躲不掉 做一個太空桌形態呢正面看似 還可以 這邊看呢就是 下面一整坨 一整坨 看著就很突兀 然後呢 作為一個這個 旋風合體呢 這邊你看那個武裝 武裝上去的時候呢 這邊這個腳的地方呢它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固定的 當然這是比較靠北的地方 然後這個造型呢在 說明書上其實它是沒有告訴你可以這樣子玩的 不過呢在DX版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那為什麼 說明書上沒有寫呢 不知道因為畢竟 我不是萬樂B的高層 我不知道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OK那這一塊呢你當然你把它拔起來之後呢 這個拔掉 拔掉之後呢你把這個 往上扳 它會變成它的一個太空縮的一個尾翼的地方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整體的造型就是這個樣子 那沒有的時候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變形結構吧 變形呢說真說變形嘛其實是根本沒有變形 只是很簡單的把兩隻腿拉起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你必須把它扣上 拉到底會聽到啪一聲 啪一聲 這隻就扣起來了 然後這邊就不會 往內縮了 接下來把兩個機翼 向內 收起來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 最討厭的插把了 兩隻腳分開之後呢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這一個地方 抽出來之後呢 旋轉 用這一個卡扣 這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小凸點 一個小凸點 等一下 小圖點呢然後組合在這邊 給它扣進去 這樣子就變形完成了 那當然呢有一些 它說明書裡面有講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一整個 這個大的這塊零件 不要 收起來 這是為了整 保持它整體的一個 外觀 比較漂亮 外觀比較漂亮的一個小零件 美化用的小零件 如果你們喜歡呢 就直接把它撞下去 不喜歡就 不要用這樣子 那 拔開之後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小凸點可以 翻出來 當然一樣是扣在這個上面 扣下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一整塊 太空梭的這一塊 就變得很小 以造型商來說呢 會變得比較漂亮 但是呢我個人是比較崇尚 變形 幾乎是完全變形的人 所以呢 我不會想要使用這個東西 反正 一大坨就是一大坨了 改變不了的事實 然後呢腳掌把它翻出來 這邊腳掌把它往後翻出來之後呢 另外一隻腳一樣我們再做一次 抽出來之後呢一樣旋轉 對準這個卡扣把它插進去 然後腳掌把它翻出來 變到目前為止就大概一半了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機翼的地方左右把它翻開 就變成它的胸甲 頭部旋轉 一百八十多 然後呢接下來你也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 卡扣把它打開 你會看到它的拳頭是藏在裡面的 做一個旋轉之後呢 拳頭就轉出來 接下來把它這個蓋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再做一次 翻開 旋轉 蓋起來 然後這個 後面這塊東西呢把它向後翻折 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一款旋風雷鳥號的一個 變形就完成了 那就是像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旋轉 我們轉一圈給各位看 像跳探狗一樣 各位看一下 那當然呢 變形成機器人形態下呢 後面這邊這一個 合體用的零件呢 當然它也是沒辦法隱藏的 就像這樣子直接裸露在背面 那整體的可動性方面來說 這隻算是還不錯啦 因為它給了很多的可動關節 首先一樣細部的細部來看可動 首先 頭雕 就這樣 眼睛 很上面這邊 幾乎看不到 不過它有做出眼睛來 頭部是一個球形關節可以左右 上下 365度旋轉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跟鬼一樣 然後呢 等一下鏡頭調一下 然後呢肩膀使用的是 兩個單軸三個單軸可以像這樣旋轉 當然你把這個零件稍微翻一下 是可以旋轉365度 幾乎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一塊呢 是個額外向前翻 這是它的一個 雙手持槍持劍的一個動作的一個零件 額外給你的 這邊可以向外翻 然後這裡呢有一個平行關節 可以讓它手向上平舉 大概到這樣子 當然呢 為了造型上來說 你也可以使用它裡面 這一個手臂的一個平舉關節 讓它做到一個平舉 也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手臂這邊有一個旋轉關節 它也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手臂是可以折區超過90度 拳頭是可以旋轉365度球型關節連結 當然呢它也可以替換成它那個張開的開手 不過這次我就不跟各位 表演 也不給各位看了 就是一個張開的張手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可以開手跟握拳 握那個武器的手 這樣就對了 然後呢 腰部有一個腰部的旋轉關節 也是一樣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不過呢 你必須要先摒棄掉 這個地方 因為它不是用這裡再旋轉 是用這一塊 腰部一樣有個腰部的旋轉關節 在上面這一塊 當然呢 因為這一隻啦 再跟各位強調 它變形的合體的時候呢 它是從中間對垮的 所以呢它這邊的活動度 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它有設計 一點點給你 所以你還是可以做到一個 左右旋轉的 但是不多 先跟你講不多 然後呢 裙甲的部分呢 這裡是可以做到一個翻開的 這裡也是做到一個可以翻開的 裡面是兩個單軸 可以前踢腿大概像這樣子 後踢腿大概像這樣子 因為後面這一塊會擋住 側開 沒有問題 90度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有一個額外的旋轉關節 可以旋轉 這樣 然後呢 膝蓋呢 是可以折去超過90度的 兩個二重關節 可以超過90度 勇者式的飛踢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勇者嘛 勇者式飛踢沒有問題 膝蓋踢腿 跳下去沒問題 二重關節 然後呢 腳踝這邊使用的是 一個單軸 可以讓它腳可以做到一個前 這樣子活動 左右貼地也沒有問題 這邊有一個額外的旋轉關節 可以左右貼地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一隻的活動性來說是還不錯的 那你可以搭配呢 它給你的這一把 一把很大把的這一把槍 那當然這邊有一個活動的握把 你可以選擇把它收納起來 也可以像這樣把它翻出來 活動的握把 這個握把呢 可以確實讓這一款旋風雷鳥拿在手上 不過在拿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這隻握把很短 很細 小心不要把它吹斷去 那像這樣可以拿著 就是機器人拿大槍 這樣 然後呢 它這邊這一個 額外的一個往前的關節呢 就是為了讓你把兩把把這個槍呢 可以像這樣 這裡有一個活動的旋轉軸把它轉來之後呢 這邊可以讓你的機器人 兩手握著這把槍 可以像這樣握著 好像 像拿那個加特林機槍的那種動作 拿著 自己好不好看帥不帥氣就看你們個人怎麼覺得啦 所以單體來說呢 這一隻其實還蠻帥的啦 單體 我指的是單體機器人形態下 當然它的載具形態呢 是還蠻落賽的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武裝合體 這個玩意兒呢 在作為這一個 形態下呢 它還是可以武裝在它的身上的 那武裝的方式呢 非常極簡單喔 你只要把 這一個 凸點 對到它的 胸口 這一個凹點 給它煮進去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很輕鬆的把它放下去 煮進去之後呢 這個臉就會自然而然的貼到這邊來 好 然後呢 把這兩個肩拋的地方給它 往下翻折 就是這麼簡單 它就武裝合體了 就像這樣子 一個旋風合體 合體之後呢 這個胸甲的地方呢 也是可以隨著你喜的喜好去活動的 原本 原設定是要這樣子啦 當然呢 為了活動性來說 你可以選擇去活動這一塊 群甲的Lucky 乾 然後像這樣子 這兩塊是可以收納起來的 好 那整體造型至於好不好看呢 你們就個人 自己去評判斟酌好不好 那當然 今天影片為什麼講得這麼快呢 因為這一隻呢 主要 你會買它啦 就是因為 你有買這一隻 旋風火鳥號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一隻跟旋風火鳥號做一個大合體 當然大合體呢 也是這一隻很硬傷的部分 真的 我只能說啦 就一直我前面強調的 它為了一個整體的造型 機器人形態下的造型 它犧牲掉了很多變形的關節 這真的還蠻可惜的 那一些變形結構都捨棄掉了 這隻基本上 合體其實 不好玩 那合體之後的造型呢 好不好看就見仁見智啦 我個人是覺得呢 不好看 那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合體吧 那變形合體首先你必須要做的呢 就是把這一款 旋風雷鳥號呢 把它分屍 那當然這一隻作為一個早年的 1994年時候的那種勇者 它已經其實算是比較有一個比較 完整一點的變形結構了 當然我們先不計DX怎麼變 這一隻呢 當然如果你沿用DX時候的設計的話呢 應該也是還不錯的 可惜它沒有 OK 那沒垃圾齁 一樣我們把這一款武裝先給它拔掉 這一款刀在前面的武裝先給它拔掉 唉唷 擠了 拔不下來呀 先把它拔掉齁 拔掉 等一下再來處理 拔掉之後呢 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的這個背包的部分 背包這邊有一個兩個卡扣 這個背包的部分呢 你要把它卸下來 小心一點齁 因為這邊很多卡扣層層疊疊 一堆關節 小心一點 這個地方先給它拔起來 先放旁邊 讓它們來處理 然後呢 這個背包這邊呢 你拿起來之後呢 這邊有兩個卡扣 是組合在卡扣這邊的 先給它拔起來 這邊也是額外的一個 變形用的零件 放旁邊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激盪人心的時刻了 我們來把這隻勇者 跳開 左右 讓它從 拿刀從中間劈下去 讓它從中間分開 中間分開 像這樣子 分開像被切開一樣 然後接下來呢 把它的腿部 從這個地方 根部的地方這裡 把它分開 那大致上啦 你會把這一隻變成 這麼多個 屍塊的零件 不過我還覺得 這邊還比較高興的是呢 這些屍塊基本上都用得到 不會像 好難笑的那塊 烙賽暴龍王 不會 它像這樣拔開之後呢 我們先給它放旁邊 我們接下來要來 變形這一款 旋風火鳥號 那當然你在 要買這一款 旋風雷鳥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 如果真的你有打算要購買 一定要買這一隻 旋風火鳥 因為要做一個合體呢 這隻是不可或缺的 那一樣 首先呢 這隻也是要做一個 絲塊的大分解 你必須先把這個地方 這個胸口這個地方 先整個給它拿起來 就變成像 飛機要變形之前的那個樣子 整個給它拿起來 打開 這整塊都拿起來 那拿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把它的手收進去 那當然說明書上跟你講的是說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拳頭的地方 就是在變形的時候 要把這個拳頭這個地方 先給它 收進去 變那種可變形的手 把它收進去 但做一個合體 其實也不太需要 如果你不寄 拆裝零件的話 這個地方我是不建議你把它拔起來 反正都一樣 拔不拔都一樣 然後這個凸點對凹點我們把它組合 繼續啦 一樣凸點對凹點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呢接下來 拳頭的地方我是建議各位 旋轉讓它變成這個樣子 等一下會為什麼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然後呢這邊 會看到有一個凸點 我們把它翻出來 然後另外一邊的手 一樣我們把它收進去 收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變形好 組合起來之後呢 這邊旋轉 接下來呢 你要把用這個很多層的關節 把這個東西旋轉出來 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左右邊給它 放成這樣子 然後呢 對折 就像在變形成 它的一個 飛機形態的時候的樣子一樣 對折之後呢 這邊 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這玩意兒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這樣 先放旁邊 等一下我們要來做合體 先放旁邊 然後接下來呢 要把它的整個 上半身 跟下半身分開 然後呢 這時候這一款 這個 旋風火鳥號的頭 就用不到了 拔起來 先放旁邊 等一下呢 我們會使用到的是這一顆 合體時候的頭 當然你現在就可以把它先裝下去 沒有問題 折下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它 會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先放旁邊 然後接下來呢 下半身這邊呢 一樣 我們一樣把它做一個 絲塊大分解 這邊這個關節跟這裡 我們做一個分離 這邊做一個分離 這樣把它打開 像這樣子 這裡也是一樣 把打開 所以你看到現在已經 目前就是整個 就已經拆拆拔拔一大堆了 那這一個 南帕這塊關節 下半身的關節呢 就會跟這一個 我們剛合體用的這一個 裙擺的這個關節 這個零件 當然它就變成一個 建籠零件了啦 就只要是把這個東西 組下去之後呢 讓它看起來這個 跨部的地方會變得比較大坨 南帕這邊會變比較大塊 的一個零件 這樣 裝上去就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送給你的這個 裡面會有兩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也是建籠零件 這是造型用的零件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裝 不裝的話呢 它整個腳就會變成很佳娃咖 大腿就會變成很佳娃咖 會很醜 我還是建議各位裝 這邊會看到一個 凹點對凸點 先給它組下去 兩邊都給它裝下去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 它整個下半身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先放旁邊 等一下再來做處理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要來變形 這個地方 這個腿的地方 腿的變形呢 首先你必須把這一個腳 整個小這個 旋風連咬的小腿收進去 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把這一整個 黑色的零件跟白色的零件分開 像這樣分開 分開之後呢 這裡給它做一個旋轉 這邊一個二重關節 做一個旋轉 轉到大概這個位置 從前面翻到後面像這樣子 然後呢 裡面這邊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凸起來的這個小凸點把它摳出來 這個凸點把它摳出來 像這樣子 這個等一下會用到 組合下去的地方會用到 因為合體用到的卡扣就是這個黑色的 跟這個白色的這個凸點 然後呢 這個金色零件裡面呢 還有一層金色零件把它掀出來 這個 它原本是障礙這裡的嘛 作為一個 這單體的時候是像這樣子 那合體的時候呢 你會把這個拿出來之後呢 旋轉 凸點對凹點把它組進去 它就會變成你的腳的這個地方會變多這一塊出來 然後呢接下來呢你就把你的這個旋風火鳥號的腳掌收進去 折起來 就變成一個合體之前的一個造型像這樣子 然後呢你就把整隻穿進去 後面這邊這一個凸點呢就組合在這邊這個腳的地方 一個卡扣 稍微把它 藏一下 像這樣給它滑進去 然後滑進去 然後它扣好之後呢 這邊會看到有這個凸點就對應到它腳旁邊一個凹點 組進去 腳就會變這樣很穩 不會掉了 像這樣子 另外一隻腳也是一樣 我們再做一次收納起來 給它折起來像這樣子 接下來另外一隻腳的屍塊拿出來 一樣 這個小腿的地方給它收 大腿的地方給它收進去 然後變成像這個樣子 來 翻開 二重關節一樣給它折疊到這個位置像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裡面這個零件把它翻出來 如果你這樣不好翻的話呢 建議各位先把腳掌打開之後呢 這邊可以用很簡單把它推出去 不用硬摳啦 這邊翻開之後呢 這個零件如果是放這樣子嘛 你其實這樣子扣是很難扣的啦 如果你這時候你可以把腳掌往前翻 這邊這個就會一個凹槽出來 就可以把這個零件像這樣推出來了 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塞進去 一樣跟剛剛一樣 卡扣 扣上去之後 塞進去像這樣子 然後呢 凸點對凹點給它組合起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個太緊張的這邊沒有翻 這個要把它先拿出來 組合下去 不小心把腳弄開了呢 我先組合好再給各位看 好啊那好 像這樣子組合好之後呢 一樣我們剛剛 繞賽的地方再一次 一樣卡扣對凹點對凸點先把它放進去之後 組合起來 腳就會變成很緊都不會掉了 像這個樣子 調整一下 那兩條腿的變形到這邊 就OK了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你就把它的腳 這邊這個凹點對它的這個地方 把它組進去 然後這個健龍零件就會代替你原本小腿的 大腿的一個關節的那個大小 像這樣子把它組進去 那下半身的 合體到這邊就完成了 我們先放旁邊等下再來處理它 接下來我們要來變形 其他的地方 這個原本剛變出來 這個兩隻手疊起來的這個零件 就跟剛剛你這個後面那個 旋風雷鳥的背後那個貝殼 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火鳥的標誌這個 後面這邊有凸點 對應到這個凹點對凸點 組合下去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說明書告訴你 建議你把這邊稍微跟這裡有一點距離 做成斜斜的 那你就在還沒組合下去之前 先把它做成像這樣有點斜斜的 這裡跟這邊有一點距離 先讓它保持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來變形它的一個 熟熟的 那熟熟的變形呢 你首先你必須要先把它的 這個旋風雷鳥的手把它收進去 然後變成剛剛那個太空說時候的一個 炮的那個造型 然後接下來這邊整個 整個這個零件把它向上抬 抬到最高 然後變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地方背後這邊 屁股這邊也會看到這邊有一坨東西 這裡把它推出來之後 沒有錯它就是熟熟雷鳥號的一個 大合體 終極火鳥號的一個拳頭 然後這邊只要把這個零件 往前翻 它就會變成 這個這一整塊就會變成 終極火鳥號的一個拳頭 當然這邊你在翻的時候 一定要角度抓的很對 不然的話你這一塊跟這一塊是扣不上的 會有一點點朗朗 不好看 接著就把這邊旋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這裡就會變成 對對對 這裡就會變成一個 旋風雷鳥號的一個 手臂的前面 拳頭把它翻轉 就會變成手臂的前面 然後接下來把這一個零件 這整個白色零件做一個旋轉 你會變成這邊這個長方形的點會在後面 圓圓的這個點會在前面 兩隻都一樣 這時候你就把你的這個本體拿出來 原本這個凹槽對凸點 一樣就是給它放下去 沒有任何的懸念放下去 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隻我們一樣再變一次 一樣把它的拳頭打開 一樣旋轉 讓它變成炮 然後接下來一樣 這個合體的時候 這邊這個頭的地方 就必須要把它拔掉了 頭就是合體就用不到 放旁邊 這個地方這個零件 你可以把它旋轉 讓它收納在這個位置 然後接下來一樣手給它舉起來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舉起來 來就把它的一個這個拳頭推出來之後 這一塊一樣旋轉 這裡稍微一點可以可以 旋轉 扣上它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旋轉 拳頭一樣給它轉 那變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這塊零件給它旋轉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組合下去 這樣 那組合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兩個 就是原本的 旋風雷鳥號的手 就變成它的兩個肩炮 很大的大肩炮 跟DX差不多一個大肩炮 那過來你就是要把它的這個 凹點對 這個腰部零件的這個凸點 我們把它上下做結合 組合好之後呢 這邊就會像這樣子 最後的最後就是把它的這個胸口的這個零件 一樣凹點對凸點把它組回去 組回去像這樣子 那經過了幾個很麻煩的一個變形合體步驟之後呢 這一款旋風雷鳥號跟火鳥號的終極雷鳥號合體 就變形完成了像這樣子 那合體之後呢造型好不好看就看各位自己怎麼決定了啦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你要細看才知道這隻其實還蠻多破綻的 因為這邊呢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我覺得我不能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 首先這一隻的本體旋風雷鳥號 在一開始上一隻的時候 你在組裝你會發現它的懶趴這邊 有一個可以往前把腳伸出來的這個關節 它可以在一開始增加它的腳的一個可動幅度 但是在合體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很激烈的零件 這裡呢如果你沒有稍微扣好它的話呢 它的這一塊很容易會往前滑 然後導致於它的身體就是你站的時候呢會一直往前倒 會很討厭 所以你必須一定要把它扣好 才不會往前倒 那整體來說啦 合體的零件算是XXXXX 那原本呢在官方啦 它有附給你一把像這樣子的一個刀身 然後配上它一個合體用的一把大劍 像這個樣子一把很合體用的很大的大劍 那這把大劍呢當然它有附上一個 就是為了像大張正宜他們那種漫畫畫風 就是會讓劍好像變得比較大的那種 就是抓角度的那種那種 由前到後的那種風格的那種 拍攝角度的那種這種 這種比較劍頭比較寬的這種劍 兩種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方式去更換 當然默認是這種 好不好 那你會發現這一隻 這一隻劍身本身很像一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零件 組合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原本的旋風火鳥號的劍 這個劍身的地方不用拔掉 把它組裝在你的這一個 武裝的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呢 就把這兩個槍的地方旋轉 到這個位置 那變像這個樣子 那這一款呢 就是作為一個 如果你不使用它的劍龍零件 把它調好 不使用劍龍零件 也就是這一個玩意兒的話呢 它變形成的劍就是像這樣子 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你要看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如果你是為了追求變形就用這個 如果你是為了造型用這個 一樣它是可以拿在它的手上 等下我們再來拿 然後呢 它的這一塊武裝合體的 這個噴射合體的這個胸甲呢 在這個時候它也有它的功能 你會發現它是可以拆成好幾個小零件 這個東西呢 你把這一個 兩個凸點 你選擇把它往上堆疊上來 用這個凸點去結合它 你會發現胸甲會變得很短 很短對不對 胸甲會變得超短 變超短 組合在這個 會變超短 然後呢 這裡 這一整塊呢 搭配它給你的這個零件 這個是作為一個 合體層它的武裝拿在手上的一個盾牌的一個零件 等一下一樣會裝給各位看 這也是它額外就是你可以選擇把它那些武裝 變形成身上裝備的零件 這個是 噴 這款是它的一個 火鳥號的武裝 這是一個雷鳥號的武裝 好 先放邊啊 噢 那造型繼續回到本體 噢 本體的造型 像各位進行來看 可動性方面呢 當然 繼承的還是之前的那一款 的一個大部分的合體 不過因為它合體之後的身上零件變得非常的累贅 所以呢 腰部的可動其實不是很理想 那肩膀呢 就換成了這一個 原本的這一支的零件 這邊開了一個 兩個 三個零件 所以這邊呢 是可以額外做到一個活動的有沒有 沒有 噢 它這邊也是可以做到一個旋轉365度沒問題 噢 因為它使用的是這一支 完全就是用使用旋風零鳥號的身體下去變形 噢 好險不是用什麼那個替換用的美型零件 噢 不過呢 因為是使用直接那個零件下去變形的原因呢 還是會有一些 可能做成零鳥號時候的那個人型的破綻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可能你就不要 就不能接受了 噢 那 手臂呢 有些人在反應說它手臂好像可動性幾乎是沒有 其實是有的 噢 這邊它有額外設計一個可以手臂摺曲的關節 噢 所以它這一塊 其實它合體之後的手臂也是可以摺曲的 只是摺曲之後呢 這邊會變得很空 很難看 但是它其實是有設定摺曲的 噢 手是可以像這樣摺起來的 噢 摺起來是沒問題的 那橫向這邊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它其實也是可以做橫向旋轉的 噢 我不知道別人介紹的時候有沒有講到啦 那這邊其實它是可以摺曲有一個橫向旋轉的 拳頭呢 一樣是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它一樣是球形關節 它一樣有附上一個開的手可以給你 跟一個手拿斜斜這樣拿劍的那個動作給你 噢 事實上是都有的啦 好不好 噢 那所以上半身的活動其實不算太糟糕啦 只是關節很緊 你在把玩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噢 那下半身呢 就是必須要使用到這一塊當部的零件 跟這一塊兩塊拉開呢 你的這一塊下半身才可以活動 不然的話就會像這樣子會完全卡住 噢 動都動不了 噢 如果你強行硬掰它的話 硬強肩它的話呢 它就會當場死給你看 腳前踢大概像這樣子啦 就原本那隻火鳥號的腳的一個活動度 膝蓋一樣就是90度以上 超過90度嘛 這邊一樣就是腳趾頭 噢 當然呢 如果你 你不要使用它的那個 這個合體用的零件的話呢 你使用的是它的一個造型用的零件的話 這隻還是可以像這樣拿著一把劍 然後做出一個非常帥氣的動作 這樣 這裡帥不帥氣 看你個人啦 那雙手拿劍這邊還是可以做到一個活動的 所以呢 基本上也是可動性不會有什麼干涉跟妨礙 然後我們盾牌給它拿起來好了 那最起碼看起來有點尊嚴一點 像這樣拿著 盾牌 那這一款 終極旋風火鳥號的 合體變形就到這裡了 其實我這隻玩起來並不是很開心啦 各位看我這樣子玩 是不是覺得就很認真 像在玩一個玩具的樣子 因為我的頻道一直都希望各位 就是用那種 你在鏡頭前面或是你在你家 我在你家這邊跟你一起玩玩具那種感覺在玩 所以呢 可能我在變形跟一些解說上呢 會比較隨便比較口語 因為就是像是你在跟我對談 那種朋友跟朋友之間在玩玩具那種感覺 那當然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呢 就不要看我的影片 我就是這麼的隨便 好不好 ok 那這隻就介紹到這裡了 以上就是先總歸一下 這隻主要你會買呢 可能就是為了要因為這個角色 因角色而角色而買嘛 對不對 所以才會去買 那或許就是因為你可能已經買了旋風火鳥號了 那你當然雷鳥號買來可以合體 你才會算半強迫你一定要買雷鳥號 變成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你去買了 那當然買來之後呢 也不要說後不後悔啦 反正你都買了 主要是 那就是 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的叉叉叭叭真的很多 然後呢加上說它的一個變形個人是覺得為了造型而犧牲掉了 所以我不喜歡 就這樣子 那合體之後呢當然 如果不使用這種建容零件的話呢 它的造型來說會比較奇怪 當然呢也是看你們的審美觀 如果你覺得這個都還可以忍受的話呢 那就買吧 有些人會欺騙自己說 為了童年在啊什麼的 一些有的沒有的理由 當然啦 那些理由你如果能接受的話 就是說服你的理由嘛 那你就去買 沒有關係 因為錢是你在花 你也不需要去在意說別人說什麼樣啦 就像是今天這支影片 你看完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當然你就不喜歡就好了 沒關係 主要還是你花錢 你要買 不買這樣子 好不好 OK齁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其他我也不要落力巴說好不好 那當然 你覺得這支還有OK 有這支影片還OK 有能夠讓你推到坑 或是讓你有稍微思考一下要不要購買 就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覺得呢 那從頭到尾就像啦迪賽一樣 我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們就若鳴情話亂七八糟的話呢 當然點個GanaSide也可以 隨你高興 因為我的東西就這樣子 很隨隨便便 就像是你在跟你朋友玩玩具 我再次強調 就像是你跟你朋友在玩玩具的時候 我們在互相 在分享一個 東西的那種感想一樣 很直觀 那當然不喜歡就不要看 喜歡就繼續來支持我 好不好 OK啦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其他我就不落力巴說啦 這支真的不好玩啦 謝謝各位 囉啦